- 大家好,我是POGA 剛好我今天注意到說我今天的演講是最後一場 然後就辛苦大家今天聽了這麼多精彩的分享 所以我把我內容調整了一下 因為大家應該都已經累了 就是如果是上班現在應該已經下班了 所以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POGA 那這個ID很奇怪,沒關係 那我現在主要工作上做就是一些Distributed System 就是所謂分散系統 然後還有一些隱私啊, machine learning 相關的研究 那在哪裡做呢? 現在是在AI Lab 就是人工智慧實驗室那邊做研究 那這是我的網站 如果等一下有任何對我不滿 全部都可以到這邊找我的email 然後可以進行發洩 或是覺得我講得不好等等的 我都全盤接受 那前面講到說 就是我調整了一下內容 就是因為大家應該都已經累了 我們就不要講太多太嚴肅的東西了 所以這場演講內容會以下這種狀況分佈 前面40%是我的抱怨 然後最後30%是我們經驗的分享 然後最後30%就是一些 我心裡殺的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那希望大家就是會議結束前可以輕鬆一下 那我先好奇問一下好了 就是這個演講的標題聽起來很正經嘛 是一個叫做Responsible Distributed System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那 Distributed System就是分散系統 那如果你覺得你工作上有在用分散式系統 這一個聽起來好像很學術的名字的話 那舉個手好不好 好 很好 那 那 因為我怕大家覺得說 這是不是一個很學術性的演講 那並沒有 我本人就很不學術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那什麼是分散式系統 就是假設今天我們做一個服務 我們就需要台Server 就是台Server 這樣很開心 但是假設這台Server不夠了 我們想要做備員容錯等等等等的調整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第二台Server 那既然有第二台Server 我們就想要做Low Balancing 我們就第三台Server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要做備份 或是我們DB要再抽出來 那我們就第四台Server 那 其實你就得到了一個分散式系統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就是大家隨時都會遇到的事情 所以 就是 剩下的那些沒舉手的請不要緊張 這是一個非常 比應驚人的主題 那為什麼要強調分散式系統呢 或是強調之前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就是分散系統的主師爺 Let's say 在1980年講的一件事情 他怎麼樣定義分散式系統 分散系統就是說 當有某處 有一台 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的電腦 它壞了 它就會讓你的電腦壞掉 就是分散式系統 那這件事情其實 在現代的 現代的硬體 不管是硬體還是軟體 應該都是符合這個定義的 譬如說前陣子有個新聞 就是 大家很多人用MacBook 那因為Apple有一台Server 那台Server壞了 所以導致你的MacBook 可能沒有辦法開 就是 就是 沒有辦法啟動任何軟體 因為他們要啟動之前 他說要先經過AppleServer去做驗證說 這個軟體是 有付開發者評證的 費用的軟體 所以那 這其實就是一個分散系統 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你根本就不知道 Apple有一台Server 那台Server放在哪 你也不知道 它可能放在某個人桌子的腳下 可能放在那邊滲灰塵 但是它壞了 它就讓你的電腦壞了 那 這就是標準的分散系統 那 所以分散系統其實是一個 很糟糕的東西 就是 它 它有一大堆 又慢 又不穩 又難以掌握的東西組合在一起 那 譬如說 什麼樣那麼慢呢 譬如說 假設 我們一個 電腦內部的溝通 可能是0.5nosecond 但是 一個round trip 譬如說 從美國到歐洲的round trip 可能就是 150ms 那這 基本上就是有 這是幾個0 7個0的倍數的差距 所以 分散系統其實非常慢 非常不穩 然後非常難用 非常難用 那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一直 強調分散系統 是因為 沒關係 你一直躲不掉 你要把服務做大 你就是要 有夠多的Server 去撐起 夠大的capacity 然後 它對於User來講很棒 因為它 你的服務就可以服務更多的User 那User就很開心 那對Basiness來講很棒 因為老闆就會覺得說 哇 你這個軟體可以賣好多人 好開心 那對開發者來講也很棒 就是說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就可以容錯 你不會說 一天到晚半夜被叫起來 修機器 那或是你可以很輕鬆 做到一個好架構 你可以很輕鬆的 Low Balancing 你可以很自然的調整流量 那你的 那你開發的時候就生很多事情 但它還有很多 就是很慘 很不好的性質 譬如說它在現實生活中 譬如說 Dispute System的效能非常難調教 因為中間過太多網路 譬如說 每個request都會有可能的timeout 可能的lag 或者是delay 如果大家有玩手遊 或是線上遊戲的話 你都知道 lag是最讓人生氣的一部分 如果你點下去 然後你的角色沒有動作 你就想翻桌 那大家心情就都不是很好 那另外一個是 但是分散系統也很不 也很有reliability的問題 你有一台機器 如果你只有一台server 你只要關心那台server 有沒有壞掉就好 那如果你十萬台server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 一台一台去檢視的 那你要怎麼樣去預期它 一定會出錯 那出錯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 那接下來是security 也是就是蠻麻煩的事情 譬如說現在大家可能 可能有些公司已經開 就是會把自己的服務 去用cloud service 那你的服務上的cloud service 你就有各種法規 或是說cloud service上 他們你的VPC有沒有做好 你的server連線 是不是有加密 是不是安全的 那這些其實 做起來都麻煩 非常的麻煩 就是因為 因為你要有非常多細索的設定 要設對 那你不小心的話 你可能對於 不管是公司的經營 或是什麼機密 都有很多問題 當然最進階的話 就是trust 譬如說大家如果在一些 譬如說像 在座好像有蠻多 在銀行部門的嘛 那其實就是 你知道 只要是有regulation的領域 它都非常要求你 譬如說你 最整個stack的人 你有沒有辦法trust 你的音體是跑到一個 可以信任的環境之中 你的服務不能隨便說 好我在ALS開一台機器就跑起來 這樣東西都是不允許的 所以trust其實也是一個 非常難解決的事情 所以分散系統聽起來很不妙 就是雖然它有很多好處 大家喜歡 但它其實還是很麻煩 這就是抱怨的部分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聽 開心一下就好 那分散系統 在我的說法而言 它就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一個領域 那為什麼是謊言 因為 等一下我先思考一下 這邊的贊助商有誰 我講的時候不可以提到贊助商 好 就是很多各式各樣的服務 譬如說MySQL 沒有MySQL 贊助商對不對 然後MongoDB 然後或是什麼 各式各樣奇怪的 cloud provider service provider 他們就會一直跟你講 你們的服務 這個服務非常的 就是可以無限scale 我們可以直接到 宇宙級 星球級 整個征服宇宙的等級 那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常見的廣告說詞 它會說我們有非常強的 非常strong的 非常嚴格的transaction 我們符合ACID 什麼就不講了 我們有 我們是CAP中的 CEA或是CP 就是我們是Consistent Available的 那或是我們是Passification Ready的東西 或是我們提供 我們分散式的一個lock 我最討論就是distributedlock這個字 這個完全就是個假的事情 那或是大家就會說 我們的服務可以怎樣怎樣怎樣的scale 我們可以scale到 從一個人到一百個人 到一千個人到一萬個人 那這些東西大部分都是謊言 因為 為什麼是謊言 為什麼我們等一下還先講 我們繼續講更多的謊言 那這些東西就是 欸 等一下我再思考一下贊助商 好 大家有沒有用過一個 Java的一個Library 叫做Hazelcast 有人點頭耶 各位真是辛苦了 Hazelcast 就是提供一個在分散系統中 各式各樣複雜的 資料結構的一個 算是framework 大家可能有些人比我更熟 因為我 我只是討厭它 並沒有真的常用它 對 它就提供這些東西 比如說它提供你 分散系統中一個distributedlock 它可以讓你在一個 譬如說你有十萬台的 你的那個拍照 讓我有點緊張了一下 就是比如說你在數十萬台的 機器之中 你可以做到一個lock 你可以讓 讓你一個 一個程式 互刺的執行 就是有一台機器在跑 剩下9999萬台 都不會動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難 那再來是 比如說它提供Q 或是 比如說它提供你說 在你數十萬台機器中 有一個atomic reference 你可以原子性的去修改某個東西 或是你可以去 券一個ID 然後這ID絕對不會重複 或是甚至更厲害的說 我在這個系統中提供一個 分散式的map 讓大家都可以 我數十萬台機器 大家都可以 自由的insert delay update 然後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致性的東西 那他們就會提供前面這些live 就是說 這個map是很strong 很strict 等等等等 然後我們都符合ACID 等等等等 這些大部分也都是謊言 那再來 那 他會再跟你講更多的謊言 比如說 有些分散系統會跟你說 我們的系統 有cluster 但是它只能在 Landware reliable的情況下使用 那我就想問他 你給我一個 Landware reliable的cluster 環境好不好 那這個東西 最有名的就是 等一下 可以講嗎 好 RabyMQ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 我不知道這場有沒有作用RabyMQ的 RabyMQ是用2lan寫的 2lan畢竟是 2lan是個很棒的東西沒錯 但RabyMQ是個有點奇怪的東西 RabyMQ說 它提供cluster模式 但是它的cluster是不允許 network partition 也就是說 你的cluster之間 的network要永遠正確 它只要有任何一個點斷線 它們就全部起不來 那 我就不知道這cluster到底是cluster什麼東西 那 當然它有一些歷史因素 因為譬如說它可能假設它們在同一個rack上 所以它們連線都非常非常的穩 但是 但是在marketing的時候不會這麼講啊 就是在賣你東西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我是星球級的scale 我的東西絕對不會倒 那 就是謊言 這樣是不是得罪很多人 對 那再來它會跟你講 它們就會提供 它們就會有很多假設 其實它們可能在文件中都會隱藏起來 譬如說它會告訴你 它證明它的transaction正確的時候 其實latency 它沒有考慮latency 或它假設平觀是無限的 但是平觀只要一不夠 它可能就會掛 那或是它可能假設說 譬如說我們東西有認證 我們有安全 但是它 它完全trust底下的network 所以譬如說它跑在cloud上的時候 其實就是不安全的 等等等等的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各式各樣它可能沒有說的 善意的謊言 或是肥善意的謊言 對 那所以相較於前面很多marketing的名詞 其實這些是比較 你需要看到的東西 譬如說它會講 我們的financerdb是一個 它的transaction是liminalizable 是recommitted 或是它可以做到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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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這場我講的重點就是要抱怨跟搞笑 所以你在看人家文件的時候 反而要注意找 它沒有去提到說 譬如說我的database transaction 是有這樣子的性質的 這些性質有強有弱 但是這些性質才是真的有定義的東西 也不是說我的transaction 譬如說我的transaction是 是星球級的scale 是ACID 是CAP的AP 這些其實大部分什麼都沒有講 所以你要找一個 常常信不可不可信 其實就要找這些詞 對 那 好 那 我剛剛得罪應該得罪了不少 我們 有沒有人有任何想要 這邊先問個問題 我喝口水 好沒有嗎 那我們就繼續 繼續抱怨 不是 所以 如果整個分散系統 都是謊言 那我們到底該怎麼保護自己 那答案保護自己的東西其實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找出 哪些東西是真話 所謂真話就是invariant 就是不會變的東西 那不管是你找 譬如說你選 你今天要開個服務 你要選一個database 你要選一個什麼東西 那 你就要找 它的定義的invariant到底是什麼 譬如說mysql就跟你說 我的transaction 它是符合 譬如說snapshot isolation 它是 它有一些特別的性質在裡面 那如果是postgres的話 你的transaction 有很多種不同嚴格的 不同嚴格程度的transaction 可以挑 那這些都是invariant 你要找這些資訊出來 才有辦法真正的保護自己 而不是被一些奇怪的宣傳的謊言給欺騙 那 所以invariant是這樣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它要很明確的定義說 什麼東西會變 譬如說 你跑一個transaction 那transaction跑完了 那些跑完的值就應該被改變嘛 那但是什麼東西不會變 譬如說你兩個transaction同時在跑的時候 兩個transaction到底應該互相看到什麼 有些transaction會讓它 它可以互相看到全身跑到一半的東西 有些東西是不會的 那這些就是 回到前面有些什麼 例如說invariable snapshot isolation 各式各樣不一樣的名詞 那 一樣那些定義很複雜 我們先不提 但總之你要找出 它到底有什麼東西會變 它保證你什麼 它不保證什麼 那這些東西才是它說真話的部分 那 再來是 當然不能夠說它說什麼就算 那所以你一定要去測試它 那測試它 其實 其實不一定要測試別人的系統 譬如說你今天自己做了一個 小朋友你做了一個 訂單的系統好了 你可以用通通方法去測試它 你就用大量奇怪的 測資去測它 然後譬如說我假設我訂單 訂單可能有某一些性質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這邊寫入這個訂單的時候 另外一個user credit 可能就要被update 那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可能就被一個transaction給影響到 或它可能是在一個分散式的系統中 譬如說你有個user credit system 你又有一個訂單的system 那可能是根本就不同部門 不同人 不同公司 不同分公司去設立起來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transaction 到底有沒有符合你的預期 那這些東西你就要用大量的測試去測試它 那另外一點就是 分散系統中一定會出錯 所以你一定要假設 當它出錯的時候怎麼辦 譬如說我今天有兩個系統 那你不能假設兩個系統原來都活著 那譬如說今天中間 譬如說海蘭斷屌 那或是中華電信港的維修 機房就怎樣 或是前幾年某一間機房失火 對不對 或是SWS幹了什麼好事 S3掛了 等等等等 你從來沒想過的 一種千七百塊的出錯方式 那你就要考慮這些 當這些出錯的時候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些它宣稱不會變的東西 還是這樣子嗎 這些真話還是這樣嗎 那所以你就要測試它 那測試方法有很多種 那大家我們真心話大考驗一下好了 你寫Core的時候寫測試的舉手一下 好這邊不誠實的 蠻多的齁 那個 那你有寫End-to-End Test的 可以舉手一下嗎 好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真誠地說這句話 對 End-to-End Test就是說 你把整個系統衝 就是你直接忽略中間所有的細節 譬如說假設我今天是一個訂單系統 我就直接從這個流程的最前頭 就是我建立訂單 到最後頭 就是訂單結帳 你就要看到 你中間把當的這個黑盒子 你要看到前 開始跟結尾是正確的State 那這就是End-to-End Test 那End-to-End Test 壞處是它測到的東西太多 所以這個測試可能跑起來很麻煩 那好處就是它很好寫 因為你前面一開始State跟最後沒有State 你就只要寫這兩個東西 預期到是什麼 就好了 所以相對而言 其實它跟Unites比起來 並 其實我是覺得會比較好寫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邊開始 那 但是 那End-to-End Test 其實我們寫扣測的話 都有很多盲點 就是我們都只會測一些 開心的狀態 譬如說 一切都很完美的時候 電腦也沒有壞 網路也都很順 對 的時候譬如說Docker Registry 一定會拉到Image 對 像最近Docker Registry 就加了一個流量上限嘛 所以很多人在測試就跑不過了 因為它假設它就是拉得到 那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測 那 這邊有提供一些就是 很簡單 但是 你可以寫到你的End-to-End Test Script裡頭 但是可能 可能大家沒有想過可以這樣子用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要測 譬如假設你的Node可能會掛到這件事情 怎麼測 很簡單 你在Test Script裡面直接搓AWSAPI把它關了 跑到一半的時候把它關機 看它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很簡單暴力 但是很有用 然後99%的Test都不會過 他都會就直接放棄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考慮過 機器可能會突然死掉這件事情 但是機器會不會死掉 會 機器什麼時候會死掉 一定是在你最不想要它死掉的時候死掉 通常就是你服務 就是說你活動出去 人流量最多的時候 或是你正在跟你老婆看電影 然後你最沒空的時候 它就會死掉 所以這東西很重要 因為它就會在你最討厭的 死掉的時候死掉 那你就只靠 你就會很想死掉 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 你可以這樣測 你如果在AWSAPI就直接Terminate它 非常簡單 如果你是實體機 比較不幸一點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你可能可以去辦你的電腦 開關裡面 裝個什麼IoT之類的東西 然後去挫它 它關掉 可能這樣吧 我不知道 我沒有試過 我沒有在實體機房做過這件事情 如果你把它關掉 它壞掉的話不要照我賠 那再來是另外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大家也非常 非常常常忘掉 就是 時間這件事情其實是很抽象的 不是每個電腦 第一個是時間常常不準 再來時間 並不是一個 大家可能會講說 比如說 他可能會覺得時間 就是一個不斷前進的東西 沒有 時間並不一定是不斷前進的 CloudFair有個非常有名的bug 就是它遇到了潤秒 潤秒在某一些OS的情況下 它其實是會 比如說它先跳到下一秒 比如說我現在在60秒 跳到61秒 然後它就rollback到60秒 然後因為它潤秒 它多一秒出來 所以 很多人的程式會假設時間是 就是 它只會單向的往前增加 然後就會GG 就會遇到一些很奇怪的狀況 尤其是在 潤秒 潤日潤年 潤月之類的東西 就會發生事情 所以 怎麼測 第一個很簡單 你就隨便把時間給到你想要的狀況 但是這樣也是有很多 就是像會像前面講的 就是 你只能測到你想要的東西嘛 那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Linux有個叫FakeTime指令 你可以 直接去 篡改OS的System Call 讓它 任何系統 去 拿到的時間是錯的 你想要它指到什麼時間 你可以想要它指到 未來 3000年後 你可以指到3000年前 那 很多系統就會爆炸 它根本就沒想過這件事情 就是有些系統 譬如說 只要 時間 跑掉了 一個月 然後它就掛掉 那 我就去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依賴這個奇怪的時間 他就回我說 作者就會回我說 因為現在大家的系統 不是都會自動教室嗎 所以 都是對的啊 那有沒有想過自動教室可能會壞掉 沒有想過 所以 這件事情大家也要測一下 那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是 這邊 這是JC Count 對不對 所以大家 一定都是跑 幾乎應該都扣扣在Java上面 JVN上面 那JVN很有名的就是 GC要tune GC其實並不好tune 但是我相信大家在座可能都比我還要青煙 那 那有一個很有趣可以拿來測 就是這個 這兩個 這兩個signal 你可以直接去把 任何一個你想要測 你想要假設它進入GC pose 它還活著它不會做事 你就直接給它這個signal 它就停住 然後再 跑完那時間之後 你再給它count 它就continued再跑起來 那你就可以 很deterministic的去 假裝它在GC pose 或它在Io pose 那你就可以測出這個奇怪的state 那 那 不過GC我相信大家都很熟 那 細節也不講 另外一個最麻煩的就是 Network Partition 就是 Network Partition就是指的 就是 當網路斷掉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網路斷掉 為什麼要講 Network Partition 這麼帥氣的 學術性的詞 它就是網路斷掉了 那 斷掉方法很簡單 你要怎麼測 你就去改方過牆 你就讓它去drop掉某些連線 或者說 其實Linux你還可以調 調那個 Quality 你可以調 就是每個連線的品質 所以比如說它有一些leg 有一些package drop 你都可以模擬得出來 那 如果你說前端的話 Chrome其實就是內建這樣的工具 那前端這方面蠻成熟 但是後端的話 就沒這麼棒的工具 那你就要手動來 那 這件事情其實 麻煩 不好測 它會測出很多你 這輩子都不想看到的bug 那 所以 就是 這算是一個大絕招 就是當你沒事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測這個 然後你跟老闆說 我找到很多bug 但是你都不想修 因為這都超級難修的 所以 這些就是一些你在Android Test的時候 都可以加進去你Test Grid的 一些測試方法 那 但是 就是不建議場做 因為做久了你就會開始懷疑人生 你就會發現到說 嗯 這些東西都指令都這麼簡單 然後 測出來的bug都超難修 根本就是修不掉 所以 你就會不想幹這行 對 所以 這些 這些大招一樣等級的測試工具 就是 就是大家 有需要的時候來用 對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預期這些fairure都會出現 那 那 回到今天的正題 抱怨的部分 終於講完了 那我要講一個叫Jepson的東西 Jepson是一個 呃 是一間公司 是一個framework 是一個測試的framework 它是一個國外一個 一位 分散分散系統的研究者 或資產研究者 它 開發出來的東西 那 它是拿來測試像 DB 比如說你用MongoDB 你有很多個MongoDB的node 它們你在做MongoDB最近好像出了一個新功能 就是它可以 quadocument的transaction 嘛 那 這件事情到底成不成立 Jepson就是用來測這個的 他拿來測的是測試 你底下這些 你可能 平常不太假設它會壞掉的東西 比如說你的database 你的log 你的cassandra 你的 等等等等之類的東西 這些東西 他是拿來測這些東西 所以它並不是很好用 因為它非常的硬 我只能這麼解釋它 那所以希望 那 所以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那這也是 這整個slide唯一跟java有關的部分 所以 那 但是這個語言一看就不是java 大家就覺得這是什麼貴的東西 這是一個叫cludger的語言 那 cludger的語言這個東西 非常有特色 大家一眼看到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堆括號 然後你就想 這是不是當年學校 教什麼list的東西 最可怕的東西 對 那它很醜 不過沒關係 我們重點並不是要看括號 它這 Jepson的測試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說 它其實就是定義說 它就是 它就是定義說 你有分散系統 那可以出什麼錯 那 它就會用按照你描述方法 把那個分散系統搞炸 然後去看看 有沒有 這個db還沒有符合 它原本的預期的效果 所以譬如說 它這個測試 這個測試其實的做法就是這樣 它會說好 我現在要測試 某個Database的 rewrite 跟 compare after set 就是幾個分散系統的操作 那 每秒做一次 那 接下來 它會提供一個Nemesis 就是素敵 這個Nemesis 你覺得很好 提供一個叫素敵的系統 就是這個素敵就是專門在你系統中搞破壞 如果大家有接觸一些 不是AWS 不是AWS Netflix最近的一些演講話 它們叫Chaos Engineering 就是你要在你的系統中 塞一些刻意的破壞者 它沒事幹就會去把你的 某一些Node關掉啊 某些網路拔掉啊 之類的東西 然後看你的系統還沒有活著 而且它們是在production這麼做 但是有些人 有這種勇氣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相信大家需要一點勇氣 我是不行啦 對 那 Nemesis 它就會在系統中 因為這是測試環境 所以它想要怎麼測都可以 它就會說好 我每5秒 我就把某一台機開機 然後5秒後把它關機 然後它就不停的重複 不停的重複 然後跑30秒 然後看 它會去記錄這些Database 譬如假式Database好了 它就會記錄這些Database上面 跑過的每個operation 是不是還符合預期 是不是有掉資料 是不是漏資料 是不是全社訊跑到一半 就不見了 這些東西都是 這些Database 都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這些是它對你的保證 像我前面講的 就是 它有一些invariant 譬如說我們用transaction 我叫預期 它失敗的時候它要roll back 那如果不roll back 這就很嚴重了 這你可能這個系統爛掉 你某一天就會發現到 某一個Database裡面 某個值不對 然後永遠都找不出來為什麼 那有些人就要去跪 有些人就要去back out 等等等等的事情 這都是很可怕的 所以 Jabson就拿來測這件事情 但是它真的很難用 所以 我們就看看它到底怎麼用 那你拿去跑 它就會告訴你 跑一跑之後 它就跟你講 譬如說某個register 讀不到正確的值 它沒有辦法重現一個 應該重現的事情 它就會跟你講 分析失敗 那這時候Jabson這間公司 因為他們通常是接受一些Database的公司 去委託他們來測試 他就出一篇報告 有點像自然的報告 只是他們出了正確性的報告 跟他們說 就是你在什麼情況下會失敗 然後 就是他們的工作 那他們蠻有名的 他們幾乎大部分的那個 你常見的open source database 都有被他們測過 所以 回到前面的話 就是你要透過這些測試 因為這些分析系統中的謊言 非常難去偵測出來 所以大部分現在主要工具 還是測試 大量的end to end測試 然後你要去測這些environment 就是這些真話 去測說 他們到底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符合他們的保證 可以這樣講 那 前面講的這些東西其實很複雜 就像我剛才講的 Jabson是一個非常難用的東西 所以你到底該怎麼樣 躲開這些謊言 然後又可以 就是 躲開這些謊言 然後你又可以得到 就是正確的結果 那不想要不要花太多時間 那很簡單 你要把這些工具 這工作外包出去 外包給這些 就是正Database公司 那 常見的 你可以把你的 你的一些 需要分散式處理的事情 去把它定義成底下幾個可能的狀況 所以你需要可能是一個heap 就是你可能只是需要一個資料結構 那就把它丟到redis redis也被Jabson車過 那redis在cluster在某個情況下是OK的 某個情況下是不OK的 那你要找出來 它可能是符合你的用途 或是你需要一個kvstore 那可能也是redis 或是mancache 或是等等等等的東西 或是你要一個是 sql database 可能需要transaction 那 你可能就買sql啊 postgres啊 oracle啊 我們旁邊有oracle 對 那或是你需要一個search 那search可能需要 就不是transaction 而是對於大量的 document的東西的影響 那你就也在search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那或是你需要一個coordinate service 譬如說你需要你有n台機器 他們要共同決定一件事情 譬如說我今天 代理哪個機器是老大 這些事情也有現成的做好 譬如說rootkeeper 就是非常有名的rootkeeper 就是apache所有東西都依賴rootkeeper 那rootkeeper是一個 rootkeeper講一個故事 就是rootkeeper是 Jeffson車過的東西裡面 只有兩個東西沒有出問題 一個是rootkeeper 另一個是etcd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etcd 就是一個構寫的一個raft 算是一個key value store 那只有這兩個東西沒出問題 因為他們夠簡單 他們保證的東西就不複雜 他們沒有跟你保證說 我可以征服世界等級的 某一種奇怪的情境 他們講的事情非常簡單 所以他們被測出來 也的確都符合了他們的保證 所以這幾個東西 其實是蠻簡易使用的 其他還有一些奇怪的東西 比如說stream system 像他可能有些人 有些人用cafka等等的 那digitreq其實是一個非常 另外再講另外的故事 digitreq其實是一個非常 就是 怎麼講 任何大部分的人 一旦遇到分散系統的問題 就會想到 他想到最簡單的問題就是 解法就是 我們加個q 不管是我們要加個rebianq 我們就要加個現在還有什麼q 有超多q的 做q的廠商實在是太多了 但是 q有最大的問題是 q這東西非常的複雜 譬如說 你 你是 你一個訊息進去 是可以被讀很多次 還是會被讀一次 那是 exact once 還是at least once 還是at most once 這些東西都是 非常 就是他需要被定義的東西 但是很多q的 那個lending page 那個marketing page 都不會寫這些細節 大家就會想說 我們可以 scale到多大 等等等等多棒多棒多棒 多好用多簡單 那 大家就會開始很開心的用 然後就會被雷到 說欸為什麼這個q的訊息被做了兩次 因為他中間網路斷了一下 所以就被做了兩次 那你怎麼解 不知道 從來沒有被想過 那這種就很麻煩 所以 呃 dispy queue是一個非常 算是一個antipattern的存在 我個人認為啦 就是如果你看到一個系統中的dispy queue 你就要很小心 因為q保證了太多事情 而且你很難去驗證它 所以 呃這些是 這些是 這些是常見的tour嘛 所以你其實如果看到的話 就是 如果你可以把你的 遇到分散系統的問題 就外包這些 這些tour 那就很 那就很省事 那就不用自己寫 也不用自己寫測試 因為他們都測完了 他們是花錢請人測 對 那 或是如果你可以更進階的話 你可以完全避免這些問題的話 你可以做CRTT 就是它是一種 比較奇怪的資料結構 它可以在完全不 同步的情況下 達到同步的結果 那 細節我今天也一樣不多講 那 有星期化可以Go一下CRTT 它在現在一些 去中心化的服裝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 好 所以 一樣我們就劈啪講一堆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口水 好 沒關係我們沒事的話 我們就繼續 我們這場是到幾點 55分 好 那我們時間OK 那 所以 前面講的就是我們要選 好的工具 適合我們用的工具 那這邊當然 我在JesseCon 我當然要稱讚一下 Jerian其實本身做得不錯 那 它在很多concurrence情況下 其實都相當穩定 那 它對很多tuning啊 或者你要tuneGC tune網路 各種問題 其實都有很成熟的工具 我覺得 重點就是它有很多工具 而且你可以很成熟去調整它 它不會去 它沒有太多未知的情況 又有一些很fancy的VM 它可能會在一些奇怪的情況下 遇到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JVM其實還好 因為它有夠多的前任的屍體 累積在上面 所以 各種該採的雷 大家都被採完 所以它滿滿成熟的 很不錯 那 那 這些是最近 這些是一些 比較可能有名的 嗯 就是 Open Source Database 然後也被Jeption測過 然後全部都有問題 那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世界中充滿了謊言 但是有些是 有些是還OK 就是 比如說Postgres 被撤出了問題之後 他們在一個禮拜之內 就找到問題 把問題 然後解決掉 然後出新版 這在分散系統中 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你知道這些bug都非常難重現 它都是一些 莫名其妙的狀況給觸發 比如可能這台機器 跑到一半的時候 這邊網路抖了一下 lag了一下 導致那邊剛好在GC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都非常難debug 所以如果 被找出問題 不太算是 一個缺點 但是如果被找出問題 然後很快可以修好 這就是一個極大的優點 待會兒他們真的知道 他們在做什麼 那但是 這裡面就有一個反例 就是 等一下 我再思考一下 好 應該可以講 不會得罪人 就是mongodb這個東西 等一下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在用mongodb的 我舉手一下好不好 那個不用怕舉手 我不會罵你 對好 所以有人在用plush 希望大家可以睡覺睡得安心 對 mongodb這個東西有個故事 他們的網頁上 如果你現在就他們首頁 他們會特別有一個page 叫做Jabson 他強調他們被Jabson測過 那他們講說 我們測完之後 符合各種 就是各種 各種 要求啊 等等等等等等 然後 但是 實際上他們在當初 三點某一版 三點差點差的時候 那次測試其實幾乎都沒有過 但是在mongodb很早期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 他們insert data 並不會default of sync 然後所以 他們就因為要騙benchmark 所以就是他們 說寫東西都只暫時 寫到run裡頭 所以 你只要一重開它就掉 那 那是很早期的 當然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不要求人家 所以 但是那個那篇報告 其實並沒有把 並沒有說mongodb沒有問題 他測出了很多問題 但是mongodb就是 說好 當初倍測出了很多問題 但是我們都修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個100%通過的 那 但是這件事情 其實 某種程度上算是在 算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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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個另外一個故事嗎 就是 其實這是很舊的事情 所以 惹毛肉這位 Jabson他們的founder 因為 畢竟他們是靠車吃飯 他們的信譽如果被 被破壞的話 其實他們很麻煩 所以他們就 免費幫mongodb再測了一次 你知道 顧問最討厭的事情 就是做免費的事情 他講一句話都要付錢的 但他就 出了一份 這份報告寫得非常棒 大概幾萬字 然後 他就幫mongodb4.2.6 這應該算是滿新的版本 好好的很狠的測了一次 然後 一樣 測出了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問題 會掉資料 會 query不到東西 然後 在 他的cluster 在各式各樣奇怪的情況下 會出問題 甚至 你假設 因為他們最近新功能是 跨document的transaction 他們強調這件事情很棒 那 他們還測出來說 就是在 某些特定情況下 你有用transaction 會比美用transaction還慘 你用了transaction 反而會掉資料 不用傳訊反而沒事 那就是很奇蹟的事情 所以 就是你就知道 是這些 就是對於marketing的 document 其實大家還是小心為上 就是 畢竟我們是 我們是工程師 我們就是 出問題 我們要去修 不管我們在幹嘛 我們都要去修 那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很小心 所以 這些是前面這些 那 其他東西就都還好 就是 因為你GJF生網站上的話 可以看到這些測試報告 那其實 大部分公司就是 乖乖的就是 我們被測好了 我們被測到問題 我們就花時間找出來 然後說我們修好了 那 就是這樣一個循環 我們出一個新版 我們找他們測一下 然後測出新的問題 就把它修好 那 就是 當然是有些 就有些人比較壞 不是壞 有些人就比較 偷機 就會比較 好像沒有比較好 就是偷 有些人就會反正 我找不到比較吃辣吃啦 總之就是 有些人 有些人會 在這個循環中 找一些自己的好處 好 那 或是 前面講到JVM 其實有很多很好的Tool 那 不過Java本身倒是 就是 對於Concurrency並沒有很好寫 只是它提供的東西有點少 但是 不過還好我們現在有很多的 新的語言嘛 比如說我們有Codling 前面有非常多場次都在介紹Codling Codling其實是做的非常 設計非常不錯 或是說我們有比較老一點的Codger 那這些語言對於Concurrency其實支援都不錯 因為它有提供一些比較新的Model 不是像 而不是就傳統 你只有Thread 你就只有Lock 你就只有Mutex 你就只有Simaphone 這些教科書上的東西 那其實這些東西 單純 但是很難寫對 那 比較新的語言 就提供各式各樣奇怪的 就是一個新鮮的Model Ring the Transition的方法 Concurrency的方法 比如說Codger的話就有STM 那它有Agen 可以讓你去處理 非同步的Concurrency的問題 還有Atoms 可以讓你處理 同步的Concurrency的問題 或是它有更奇怪的東西 而且它本身對於 跟其他Java的函式庫的正合也蠻不錯的 如果你 因為大家都有很多Legacy code 就是很多Java寫的 那 Codger的Function 其實本身就是Java的Colorboard 這個 這個Type 所以其實 它可以 很輕鬆地跟 假設你原本有Java 試作各式各樣Concurrency的工具 它其實可以蠻簡單的整進去 所以是一個Codger不錯的地方 那 最後回到前面 最後要開始一句話 就是這件事情都很難 真的很麻煩 所以 希望大家這輩子都不需要遇到 我前面 碰到的這些 可怕的問題 該死的問題 那 怎麼解決 怎麼去避開 第一個就是你去 把這些問題丟給別人 這次公共是有這麼多 這世界上有非常多賣Database廠商 他們都很 拼命地想要把這個東西做好 那我們就用就好啦 我們只要不要被奇怪的 奇怪的Database給騙了 不是 我得罪太多人 對不起 對 你可以去找他們的文件 然後像前面提到的 你找他們正確的定義 譬如他們 是不是Linealizable 是不是Nature isolation 是不是有明確定義的性質 然後去調一個適合你的用的東西 然後調一個正確的工具 你這樣的話 你就不需要再面對這些 無意義的事情了 因為很麻煩 那但是 一旦正確之後呢 你就會面對下個大魔王 那剛好 前面江哲爾提到 就是你會遇到世界上最難Database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跟你說 你網站好慢 然後我天知道我哪個東西慢 總之它就很慢 那 但是它是對的 它只是很慢 那 當然這有點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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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倒果為因之類 就是 我可以跟你說 我的系統是正確 它只是在無限時間之後會正確 那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遇到這種問題 我也沒辦法 所以這件事情很難 就是你這個 當人跟你靠腰說 對不起 當人跟你說 就是 東西很慢的時候呢 你唯一 你前面講的都沒有 招數都沒有用 你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 大量LOG 不想要找到各種辦法去觀察 分散的系統 剛好就回到前衛講者 他提供很多 現在很多很多 很新的工具 那 這些工具 也是你 接下來躲不掉的事情 有需要去各式各樣的觀察它 所以這就是結論 抱怨了很久 終於講完了 呃 第二 挑一個 呃 被撤過的東西 一定要被撤過 太新的東西 就是以前有一個人講過一件事情 很有趣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新的Database出來 先等它 等十年 然後就可以用 所以太新的Database少用 因為 都很容易出錯 然後 去小心那些 行銷式的名詞 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CAP跟ACID 我覺得奇怪的 常常 最喜歡講這兩個字 對 所以小心 然後再來是仔細的讀文件 就是 找出它寫的 最technical的那一個詞 然後去找到那有定義的東西 那 再來是 你要找清楚 invariant 不管是你自己的系統 還是 別人的Database 別人提供的系統 它保證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然後 不保證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然後 再來是 大量大量的測試 那不過這是另外一個topic 所以 那怎麼樣寫好 M2M測試 當然也是個topic 但是那我們這邊 有點不提了 那就是 但是越寫越多 總是比較好一點 OK好 那 這算是我個人的一個抱怨 跟一個 人生的體悟嗎 那就是能夠說 就是 祝大家在 就是在這個領域上 就是 就是 Good luck Have fun 就是做開心 就重要 就這樣 謝謝大家